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今天是廉價的第二天 大家應該很好奇 接下來的這個日子天氣狀況 怎麼樣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 就可以明顯看到 隨著呢 這個東北季風減弱之後呢 各地的溫度呢 是會慢慢的回暖一些 再加上呢 附近沒有什麼水氣 所以各地都是比較晴朗的天氣 從雨區曝圖 我們可以看到啊 從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 清晨呢 只有在東北部地區 會有一些零星的雨勢 而到了明天 其實也差不多 只有在南台灣地區 靠近山區的地方 會有一些降雨 其他地方都是維持呢 這個多雲到晴的穩定天氣 不過提醒大家 白天比較熱 入夜之後 還是偏涼要注意了 那麼接下來 帶您關心各地詳細的 溫度預測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基隆 台北跟新北 明天都是晴到多雲的天氣 高溫來到33度囉 在桃園新竹苗里 明天同樣晴朗 溫度是23到33度 日夜溫差大了些 台中 彰化跟南投 明天同樣是晴到多雲 台中的高溫 還有機會來到34度 雲林 嘉義跟台南 明天是晴到多雲 溫度是25到33度 高雄跟屏東 明天同樣晴朗 溫度是24到34度 往東不走 宜蘭 花蓮跟台中 也都是晴朗穩定的天氣 高溫來到32度 接著來看到外島地區 明天馬祖雲亮較多 金門跟澎湖呢 是晴到多雲 高溫來到30度啦 好 那麼接下來 一起來關心啊 各個旅遊景點的天氣狀況了 可以看到呢 明天包含像是陽明山 梨山跟荷歡山 越日月潭呢 這個天氣狀況呢 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有時候會有降雨的 而另外一看到 明天在墾丁跟小琉球呢 是晴島多雲的天氣 但是到星期天呢 就會有一些短暫的降雨了 其他包含像是龍洞 太魯閣還有綠島跟藍雨呢 明天都是晴朗穩定的天氣 但是特別注意到了 周日也會有降雨 所以活動的安排可以再注意一些了 那麼接下來我們起來看到 今天網友的提問囉 網友對於天氣 有什麼樣子的問題呢 首先有人說啊 這個台灣今年的秋老虎 大約是在什麼時候發威 其實明天白天 就可以感覺到比較熱一些囉 所以外出的安排上呢 可以留心了 還有明天是不是會 跟今天一樣舒適呢 其實明天一樣是 會比較晴朗的天氣形態啊 的確呢 整體感受上會覺得 比較舒服一點點 還有午後雷震雨會很明顯嗎 一直呢到下週一之前 各地都還是維持著 比較晴朗的天氣形態的 好的 以上天氣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 那麼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來到 雨姬還有華視的粉絲盤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